我们现在呢 就是在巴黎市内 最大的展会 也就是 Salon Porte Versailles 凡尔赛之门展会的外面 那今天我们要学的词呢 Salon Salon d'Aquiculture Salon呢 是这个展会的意思啊 也是聚会客厅的意思 那么 Aquiculture 是农业的意思 那中间有一个 就是 Off 有点像中文的 但是我们中文是形容词在前面 名词在后面 那法语呢 是名词在前面 也就是名词中心词在前面 修饰它的形容词在后面 所以Salon d'Aquiculture 就是农业博览会 农业展 那我们现在呢 是在法国巴黎的 国际农业博览会上面 巴黎国际农业博览会呢 是 法国也是全世界 最大的农业博览会 从1964年开始 每年一届 法国人非常重视农业展会 所以今天我们呢 也来看一下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农博会 是怎么样的 我做了5年了你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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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这也是一个新技术 我们的研究研究是很简单的地址 让这个技术的生长期课上 开始考慮的生长期课上的生长期课上 现在很少用用于牙齿 牠,苏绝大就是 他们可能会达到更多的药 如果大家有需要 您可以参考思访 Rnov.com 他们的商质 继续讨训练 我设计了一位秘密码的支持者, 主持人的營養育和餐廳。 今天,我们已经有200众的众众, 我们已经有20多亿的众众, 这一块一年红的众众, 我们在2016年提供了700众众, 80%的众众众和20%的众众。 今天,在这些众众, 我们也想要重新的众众, 从小伙伴们的生物上 来与一个信息 是最后的发展的观点 对農工工的企业 我们不必须看它 作为一种企业的新闻 通过这个社会 叫做FermeDigital 法国人非常重视農業 所以每届总统 都会参加 在法国的国际農業展 法国的农民呢也特别有意思啊 他们如果说觉得今年的这个收成不好 或者说政府呢对农业没有进行扶持 他们是会很不开心 那我也曾遇到过很多次这个农民的罢工 那他们罢工很有意思 就是把拖拉机很大的拖拉机都开到街上啊 然后把这个番茄呀土豆啊生菜呀就往地上扔 当然呢他们都是这些所有的这个罢工和游行的 都是起先就跟政府计划好和规划好的 那哪些路段可以走 其实非常好看 比如说地上有红红绿绿的番茄和土豆生菜 我觉得法国人他们是很很很直率的 就是说开心就比较是开心 然后不开心呢就用各种行动来表示不开心 那所以呢法国呢它是一个这个农业大国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整个法国是在欧共体欧盟的区域里面 那我们在超市里呢就能看到很多不同的地方进口的蔬菜 那有的时候这些蔬菜呢要比法国本土生产的蔬菜还要便宜 特别是像西班牙进口荷兰进口的一些蔬菜 所以法国人呢他们有的时候会很介意 为了他们自己也要扶持自己的农业 他们宁肯买贵一点的自己法国生产的农业的农产品 也不去买其他国家生产的农产品 同时呢他们也觉得引进其他国家的农产品呢 增加了这个道路上的物流 觉得对环保很不好 所以很多法国人很自觉地只购买法国自己生产的农产品 所以我觉得法国人的这种强烈的环保意识 和这种重视自己农业的意识非常的令人尊敬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地方 朝阳小姐上来说 我不会去学习的朋友 还不可以在买工作 我去学习的朋友 可以打算一下 我去学习的朋友 也是有个人的爱情 我们都是在园地的阿拉伦 那是你开松 那是你大戈的 我来到东西 如果想说一口性感的法语 如果想到法国浪漫一游 那就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此刻在这里等你哦